假设fx就是mx3次-x2加nx加6 已知fx就是divisible by x加2 当fx比x加1除,余数是10 a就找回m和n是多少 Part B就说了,Andy声称equation fx等于0 的所有root都是整数 同不同意呢? 要你解释 我们用factor theorem就知道f-2就是0 所以m乘2的bracket3次方 -2的bracket2加n乘2加6等于0 化解释得n就是1-4m 跟着用reminder theorem看第二句 f-1就是10 所以m乘1-3次-1bracket2加n乘1加6等于10 然後召回n就是-5-m 因此兩條equation我們看到 1-4m等於-5-m m就是2 n就是-7 接著我們就可以將fx的factor變成x加2乘2x2-5x加3 為什麼呢? 首先fx is divisible by x加2 即是x加2就一定是fx的factor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寫在草稿上 我們就變成x加2乘Ax2加Bx加C 就等於2x3次-x2-7x加6 我們想想個equation of x3次 怎麼來的呢? 就是將1個x乘Ax2得出來 所以知道1乘A就是2 因此細加A就是2 然後考慮一下constant term 怎麼來的呢? 就是正2乘正C得出來的 所以正2乘正C就是正6 C就是3 好了 現在只得到這個b點球 我們可以找個個equation of x2去看 這個equation of x2是怎麼得出來的呢? 就是1x乘Bx 再加2乘A 可以找出來的 這兩塊加起來就能出負1 即是說2乘2 A就是2 2乘2 再加1乘B就是負1 所以B就是負5 因此 A是2 B是負5 C是3 後面這個factor就是2x2 減5x加3 然後再把這個quadratic expression factorize 了 前面有x加2等於0 後面有2x2 減5x加3等於0 factorize 2x減3乘x減1等於0 所以三個答案 x是負2 x是3over2 x是1 留意了 3over2不是整數 所以你就不同意了 因為Andy說所有答案都是整數 你找到一個3over2不是整數 所以你就不同意了